两个玉米炮 - 烧鱼 鱼 非常幸運的搭到石虎香焦點車 一進來就是黃黃的一片超閒眼的 一進來就是 給你打招呼 好可愛喔 而且地法都是香蕉 整整的 完蛋的香蕉 然後它這邊還有寫說 哪種顏色的香蕉最健康一樣 我還算不知道我還算是哪一個 所以我等一下在廁所門下 大家猜是哪一個 我覺得是不是要黃掉一點 這個 我要猜這個 欸欸欸欸 結果是要這麼黑才最健康 真的假的 但這樣以後不能吃新鮮的香蕉 我剛剛忘了這樣知道嗎 你有偷看答案 好那其實啊 石虎啊 在台灣是一個冰冰絕種的動物 那它的數量也真的已經非常非常少了 在這個車廂呢 石虎也非常的少 因為一個車廂只有平 就是這個小石虎 它已經冰冰絕種了 只剩一隻了 就只有它 好幾乎 哈囉大家好 我是Prette Satchia 大家好 我是Satchia 我現在呢 在南投的吉吉 看我今天 背包客的樣子 之前來南投啊 就很好玩 有三越風景 然後也想要更深入的玩 網友推薦我說 欸Satchia你可以做做看 台灣的這個日文程度如何 所以想說我今天要來 突擊吉吉的正名們 他們的日文程度如何 要來烤烤他們 嗯 這裡是哪裡 喔 好大的一個樹喔 已經中午了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來找吃了 對啊 來到南投肉已經 十二點過後了 こんにちは 啊 喔 日本語可以了 開始了 喔 開始了 喔 那 我腹在裡面 但是 那 在裡面 有餐廳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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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扯這樣都能遇到聽得懂日文的 不好意思 你又出來騙人了 你又出來騙人了 我們今天是來南投玩 順道想要做街坊實測 台灣人的日文程度 哇 我來到森林夜實驗學堂 這裡有一個很大的樹 這邊是樹屋遊樂區 我們可以爬到跟它一樣高的高度 跟它看一樣的風景 而且還有溜滑梯 哇 太甜甜了 這邊開始有難度了耶 有小攀岩 你看你看 欸 這邊還長出一個樹 這個是不是有點長嗎 哈哈哈哈 這個 那個身體的整個筋骨都會用到 還有好多機關喔 我平常有在健身的 一個月去不到十次 哇 我上來了 謝謝 哇 哇 好久沒有玩溜滑梯 溜滑梯 溜滑梯 有個滑梯臉讓可怕 等一下為什麼我這邊前方有一個罩把 剛才聽到它 哇 當泰山的啊 哇 這什麼 紅色 哎 哇 好爽快 我覺得顏色就很漂亮 好爽 對這種害羞小朋友們 就是不要一直看它 對 我是不是害羞的小朋友 你不要怕畫怎麼樣 因為等一下我們把它塗滿之後 會用一點不同的工具 我現在在森林業學堂裡面的 Angel Kiss Arm 剛剛帶我們的Angel老師 教我畫這個盆栽 那這邊很有趣 是有很多親子的活動 回到小時候的感覺 而且老師會一開始會教你說 藝術沒有對錯 就是你不用怕畫錯啊 那老師說沒有對錯 我就給他大膽的灑下去囉 可以了 好 你有喜歡嗎 有 很有趣耶 重點是穿的時候太爽了 畫的時候很爽 這裡是哪裡啊 都沒有人耶 對啊 我是有安排行程 因為南投的水果很厲害 尤其是火龍果好像有粉紅色 有跟一般很不一樣的 我們來到了好像一個像農園的地方 但是沒有人 我想說我們要怎麼接房啊這樣 今天那個卡車那邊是不是有人 我們去好 我趕快來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想要告訴你 我找到Dragon fruit 我找到Dragon fruit 但我找到Dragon fruit 不好意思 你知道日本語嗎 啊 啊 怎麼辦 人家就跟你說聽不懂 你就硬要講 我全部都聽不懂 啊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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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不好意思 其實我會講三文 小中文 不好意思 那個 又你可以跟我做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你可以跟我做 不好意思 那個 不好意思 下早年人 應該我們在結訪看一下 台灣人的那個日文的程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讓你為難了 我好像有聽說 集集這店好像火龍果很有名 然後可以採嗎 是啊 可以 現在可以採嗎 目前已經過採收期了 可是我們可以去看看農友們 他們有沒有引擎的火龍果 可以請小姐按耐我們方便吧 謝謝 謝謝 這邊不就是我們剛剛經過的這些樹嗎 對啊 我想說這是什麼奇怪的葉子 結果沒想到這個就是火龍果 太居然長這個樣子 這個算是樹嗎 完全沒看過火龍果長什麼樣子 也不曉得它是長在地上還是樹上 啊 你 怕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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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喉嚨塔潭 好痛喔 天哪 天哪這個 看起來好像還好 這超次的這個 小偷也不敢來採了吧 欸 超痛 我剛剛以為是仙人長 欸 這東西好像我阿公在KIDA用的鯊魚吧 哈哈哈哈 你是沒有看過KIDA 哈哈哈哈 有 我好像有看過 真的嗎 哇 我們真是來錯季節了 要做好功課再來玩喔 大家 我第一眼看到它的時候就覺得 好像這個巨大的蘆薈這樣 哇 可是哇 我的群組被勾倒了 欸 這一次 你們太近一點了吧 我們還真的遺漏了一個 這我今天是太前博嗎 這個大家會不會覺得它長得很奇怪 好像生了一片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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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感覺 啊 痛 會痛會痛 欸 好大耶 有一顆 有一顆就是一般其他果實 就互相競爭吸收養分 對 剪掉 連葉子都在剪 然後這樣剪 不能傷到果實 要連葉子剪 當然不能傷果實 很酷酷酷 日文叫一下 是那種脆脆 但是跟那種餅乾脆脆的 就是不一樣喔 因為日文的你泰魚 你生魚很多對不對 你可不可以專心剪 那我剛才講的 是那種 含有水分的脆脆的樣子 才會叫Shaki Shaki 所以如果是餅乾 就不能叫Shaki Shaki 哇 這個真的不好踩耶 欸 它真的不讓我拿走耶 對不對 很頑固喔 光榮民今天沒有把它踩走 對 人生第一個 Doragon Fruits GETT 這是別人幫你給走的 那請問這種通常是可以限制嗎 我們會讓它退酸 就像葡萄啊 什麼採收下 其實它要有一段時間退酸 像葡萄人家說其實冰過之後 它這樣 讓它去產生退酸 可能有一些火內的化學變化之類 它就會降低它的酸度 天啊 上了一刻 我們不知道水果的退酸這個過程 只用退酸要怎麼退 就放著 就放著 傻眼 好 我現在來到了集集鎮愛療社區 就在剛剛我們才火龍果很近的地方 就可以做火龍果泡芙 歡迎來到三江的暗黑廚房 我每次都會出糗 我不知道今天會不會有什麼 應該可以什麼 應該可以 不用一直搬它 不用一直搬 好 多多 做多餘的事情 對對對 不是多了塊魚 是多餘你啊 你根本就多餘 畫一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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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要有需要很快 要快 沒有關係 幫你接手一下 這個嗎 這個嗎 好 謝謝 完全不一樣 有那個 哪個 那個 我有開枕 所有的小西瓜 就被你打壞了 對 它每個要被我都會的 我會 我會 你會裝嗎 來 幫你裝飾 怎麼辦 我放水 我都不會 真的 裝飾 裝飾 這個有一個卡榫 好 嗯 嗯 有了有了 等一下 要等多久 不要 起來 你是在生巨龍還是在做蛋糕 怎麼辦 變成這樣 沒關係 好 我現在來做重點的火龍果餡 而且邊切菜啊 沒辦法邊講話 因為我很認真切菜 我來切 你是不是不相信沙醬 哇 有 越來越中了 我也不相信 好 我要那個現場邊偷吃一個 這邊再回教學一下 偷吃的日文叫做 死媽咪食 死媽咪食 偷吃隔壁老王 死媽咪食 就是偷吃的意思 大家記住了嗎 死媽咪食 但是呢 中文的偷吃有那個外遇的意思 日文這個偷吃 就沒有外遇的意思 要小心 好 いただきます 好吃耶 而且我覺得它的甜味啊 很天然 真的 它不是那種砂糖的甜 沒有 就不會膩 不會膩 明明就有砂糖的甜 對喔 我們剛剛自己坐在那裡 吃不停 因為我可以吃很多個 大家聽到集集一定都會想到 921大地震吧 那其實那個時候呢 有一個廟就因為地震倒掉了 那個廟叫武昌宮社區火動中心 我想說這邊人聚集應該比較多 比較好街坊 不然那個南投路上 好像那種開車的感覺 哇 已經聽到很多人在聊天的聲音了 有點緊張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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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喔 一人目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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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你也聽得懂 是不是套好的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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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在各 reader中的地步 对,说老师,不算说到 한국的地方 不讶不订 哦,很可怕 很可怕,通知了 我给你捐达你的道理 是 这个部将会 我的方法还可以看好吗? 稍微难 大方向是新方向 是新的右 是新的右 从那个方向到车 我真的非常謝謝先生在我們一趟 我真的非常謝謝先生在我們一趟 真的 我先生是坐這附近嗎 還是你對這一帶很走嗎 滿熟的 其實我是雞雞鎮的鎮長 會不會太巧 喔 什麼 鎮長 我沒做到 你看得不太像鎮長 因為你太年輕了吧 對對 怎麼那麼年輕啊 但是咱咱咱不會有這麼年輕的吧 還是有啦 我在我們這個業界算是比較年輕的沒有錯 但是跟我差不多年輕的也是有少數的人 對 不是唯一 我不看到鎮長的名字了 天啊 橫濟 橫 橫 對不對 橫濟 這應該不算宣傳吧 我們趕快問一些不能問的問題 哈哈 我不知道 不是說要逛武昌宮 哇 我終於繼續來到這裡了 這個建物本身大概是1999的時候建好的 但是1999也發生什麼事情 921大地震 哦 這這麼快就 對 所以它等於是很新的時候 就倒掉了 因為我們這邊又是921大地震鎮陽 所以也是那個警示所有的士人跟我們證明說 那個地震的威力跟大自然 然後對大自然的這個崇敬這樣子 然後就把它保留到現在 然後有很多遊客也慕眠而來參觀 對 牧環也比較順利 然後之後就蓋了一個新的 然後把生命擠過去這樣 哇 新凍 好不一樣的感覺 超漂亮的 對 這個就是 好壯觀 就是靠著大家來仰望就動的時候 十般善男性的這個捐款 來寄進來這邊 然後重建了武昌宮的新墊 莊嚴的場景我不能再亂講話了 那它不管是石雕的部分木杂 還是地畫都非常的緊實 等一下可以再好好看一下 嗯 其實 雖然921大地震的時候啊 就是我那時候還在日本沒有來台灣 但是也是有很深的感觸 因為就是我們現在在台灣 然後都能夠平平安安的過的 應該也是建有921那一次 嗯 應該有喚起很多的這個 台灣建築的這個危機意思嘛 就是防震的措施應該會變得更好對不對 經過那一次 我聞到那個香的味道 我每次來台灣 聞到這個味道就覺得 哇 就是我來到台灣的那種感覺 好 那我們拍攝之前呢 想說先取得神明的同意 我們先寶貝問神明看看 那如果他不然我們拍就不要拍了 那我先進去 我不會看看 我們現在公開 冰果冰 可以讓弟弟 拍攝到您的聲音嗎 這樣 等一下 那請給我一個行歸 喔 有啦 有啦 可以嗎 可以可以耶 沒有很科學的藍術品 喔 真的喔 對 但它上面的那個刻度的話 就是你剛才會看到它 它有一根 體系的常常都很棒 我是南流縣吉吉正的 這邊出生 這邊長大的 喔 在地人 對 在地人 那你之後有進到那個九二一代地震嗎 有 九二一代那個時候剛好是我國中三年級的時候 而且那天本來是我預訂的閉月旅行 喔 很好嗎 對 9月21號當年 後來當然就延期了 家裡的建築物有損傷 但是大家都平安 對還好 喔 那真的感覺到很晃這樣子 喔 非常晃 而且那個是我目前為止體驗過的地震中 唯一一次是上下跳動的 它的第二波還是第三波的那個地震是上下跳動的 那個地震是站不住的 站直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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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嚇死了 真的很大 對 然後也蠻多的建築是在那一波倒掉的 對 因為即使在以前有少數建築會注重那個防震 他們也就是認為說 因為那個地震是這樣很快的那個這樣子的一個位移嘛 所以是可能是水平的一個比較多 這樣上下搖的地震是大家有沒有設想沒有到那麼的周全 哇 那就是發生的當下症状是在哪裡啊 我在我的臥室的床上 喔 那你那時候當下的 我畢的反應怎麼 半夜一點你要一個國中生在哪裡 怎麼辦 你那時候是在睡覺了 嚇醒嗎 不睡覺還能幹嘛 對 我被咬醒了 因為真的太大了 對不起 我還是忍不住出生了 那個時候沒有被咬醒的 我真的覺得他真的是生不睡眠的 太厲害了 對 那個 對 然後天空很紅 好像在燃燒這樣 對 整個天空是紅色的 雖然是半夜一點多 但是很亮 因為天空是紅色的 喔 哇 所以我覺得古山宮的舅練他留下來時時提醒了 我們大家對大自然的機會是很重要的 對對對 真的 真的 謝謝 謝謝 哇 第一天結束了 還有第二天 是我這樣子比較好 我開始了 蛤 你看 你要跟我送你Andy的嘴巴 你的嘴巴 欸 怎麼了 喔 我偷吃沒有擦乾淨啦 哈哈 哈哈 這是他的梗超冷 我會來問你 我告訴你 我不會說你 你不問你 說你會不會問我 我會說你 我來問你 你不問你 你不問我 我來問你 你不問你 你不問你 你不問你